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年轻艺术家高宇 这次为联想的IdeoPad U300S专门设计的特制的电脑套 我的所有的设计稿都是需要输入到电脑之中 然后在电脑之中完成制作、修正 直至到最后的完成 看资料、做图、或者是上微博等等 你的娱乐和工作基本都需要通过这个东西来实现 第一次见到IdeoPad这个超级本的时候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它很像一本杂志或者说我们画画经常用的速写本 很有轮角的这种很轻薄的 另外它这颜色我觉得是很吸引我的一点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那么一个灰色 它有了一种色彩关系在里面 对我们来说因为你经常需要外出 电池的续航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超级本的就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电池的续航能力 就即便把这个电池你真用完了 那么其实也可以花那个30分钟就能把电池充满一半 就你可以接着再用 这次设计的这个笔记本这个封套就代表这个情感的 这个国际化的一个陶芯的符号 跟一个传统的中国的一个铜钱文的符号 做到一个结合 我想表示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 来建立一个真正正确的一个物质观或者说财富观 黑色就是因为中国传统黑色都叫玄色 它其实就是宇宙的颜色 橙色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太阳的颜色 然后白色呢我觉得是象征的是一种空白的新的开始 大家好我是高宇 这次呢为联想IDPad U300S所做的这个设计呢 让我得到了一个向大家展示和探讨 这个人类的物质和情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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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